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基本上已到最后直路 只可以继续放多些街站 如果可以洗楼的就继续洗楼 入到信箱的都希望入到信箱 就是希望在这个时间内 见到最多最多的街坊 一步一步慢慢走出来 始终没有政党 又没有一个很庞大的宣传的情况 只可以慢慢努力 一步一步做好我们社区的工作 现在我们观塘西的选情 是非常激烈的 厂民都很努力地争取 每一个居民的支持 除了每天的早站和晚站 厂民会做一些家房 向大家派派一些宣传单章 希望大家可以更多了解厂民的服务理念 以及政綱 从而大家可以支持 像草民那样的年轻人进入议会 去推动整个社区的建设 现在选情相当紧张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新选拟制度 选拟范围 是现时的九倍那么大 人口亦有十六万人那么多 本身因为独立无政党 所以我们在人力物力方面 和其他大党真的差一点 但我们会努力